爱宝乐宝是如何相爱的呢? 爱宝和乐宝来到韩国的第二年春天 乐宝就变得焦躁不安 每天爬在吊床上盯着隔壁的爱宝 面对可爱温柔的爱宝 乐宝的荷尔蒙大大提升了 江爷爷很是欣慰 决定给乐宝和爱宝安排一次相亲 第一次相亲乐宝连爱宝名字都不问 就急冲冲跑了上去 对爱宝又是亲又是宝的 这可给我们爱宝吓坏了 直接跟乐宝打了起来 好好的一次相亲就被乐宝搞砸了 于是江爷爷决定让爱宝乐宝交换气味熟悉对方 让爱宝和乐宝互换房间 乐宝刚去爱宝房间的时候还有点害羞 第一次去女生家都会有点拘谨 没过两分钟 乐宝就释放了天性 不停地在爱宝家留下自己的气味 当爱宝回家后 发现自己的家好像禁贼了 乐宝的气味飘满了整个空间 爱宝直接就抱走了 他好像很讨厌这股气味 烦躁的爱宝不停地在园子里发现 你确实明白我心意 为了锻炼乐宝交配能力跟爱宝的养育能力 江爷爷每天都带乐宝晨炮 还不是猛男的乐宝没意会就累得气喘吁吁 江爷爷于是用小苹果引诱乐宝 拒绝不了美食的乐宝也是站立了起来 凭借对苹果的执念乐宝用尽了所有力气 看得出来乐宝后之力量已经很强大了 接下来就是锻炼爱宝的养育能力了 爷爷拿了两个竹子做的球给爱宝 爱宝本能地就把球抱了起来 从这就能看出爱宝会是一个好妈妈 接下来爷爷和工作人员准备了两个三地熊猫模型 分别将爱宝乐宝的尿液散在上面 然后放在各自的房间里让他们熟悉彼此的气味 乐宝看见了模型熊猫以后 好像是感觉到了爱宝的气味 有点害羞地推了半步 然后在木台上害羞地打起了滚 而正在吃饭的爱宝看见了熊猫模型后 当场呆住了 然后迅速爬上了树 紧紧盯着那个熊猫模型 爱宝的警惕性是真的高啊 再然后爷爷为了让两只熊猫不再对新熊猫存在感到害怕 让工作人员穿上了熊猫套装分别去找爱宝乐宝 乐宝看见了熊猫人以后 非常好奇地跑了过去 警惕地一直观察的熊猫人 对熊猫人感兴趣的乐宝慢慢地靠近 然后跟场外的熊猫人来了一段舞蹈 真的笑死人了 爱宝看见熊猫人依旧是警惕地爬上树 但是没过一会爱宝又爬了下来 慢慢地靠近熊猫人 渐渐地爱宝跟熊猫人打起了招呼 不再害怕 爱宝的荷尔蒙也慢慢地飙升起来 经过这么多次的实验 爷爷让爱宝乐宝再次见面 此时两个熊猫都对彼此有了好感 就这样爱宝乐宝相亲成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 我